Hello,大家好,我是ChunChun 那今天我們拍攝一個暗吊的美食 然後我們這邊是用兩塊木板 平成了一個L型的場景 這邊用了一條假的 掛了一條窗簾 假的一個窗戶 然後後面是一個柔光屏 在後面我們用了一個南光的720 加上菲尼爾的透鏡 然後用來營造這種陽光 打進室內的感覺 比較柔和的陽光 然後我們這邊拿了 做了兩塊黑板 用來吸光讓我們的暗部跟暗 形成了柔和的陽光 陰天在室內做美食的感覺 那這種畫面呢 我們可能會用大光圈來拍攝 其實不用720也是可以的 那我只是把它亮度 其實我只開到了30%左右 射溫是設定在了5600K 那加上兩個窗簾跟柔光屏的加持 光線會非常的柔和 但使用菲尼爾的目的 是讓光線跟集中不會那麼擴散 讓我們的暗部質感更好 讓我們的暗部質感更好 暗部質感更好 最好 竹笋 順 暗部質感更好 太冷淋 都是灰部的 一起去葬 或是 火탄 小火 冬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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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卖 用筷子 放入瓜 盐 放入五湯 加一碗 放入鸡 一碗 放入鸡 放入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